一說起重慶最著名的食物 口水雞一定有份 這個浸雞的麻辣口水汁 更是老闆之一的Lily自家秘製 辣椒油的蛋 用了幾個小時慢慢用慢火熬出來 自己炒,炒完再磨成粉 再用幾個小時的辣油煮 不像外面普通的口水雞的汁 是單一比較偏甜的 沒有什麼麻辣味 Lily是重慶人 她爸爸也在重慶開餐廳 我們來到香港後 她經常會做重慶的食物給我吃 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我覺得既然Lily有這樣的手藝 不如在這裡嘗嘗 開餐廳的時候我們都是做口水雞 夫妻廢片 以小食為主的冷盤 也有米線、薯粉 這些很傳統重慶人的食物 好像五時套餐口水混合 除了有大大碗粉 還有用滷水汁熬到入味的牛煎 金錢肚、豬肚、豬肚、豬耳等小食 60元有找,算是很划算 不知道一群食客又覺得怎樣呢 我經常光顧 口水雞雞的食物很好吃 我第一次 是 我覺得還可以 還可以的 米線都很嫩 因為我喜歡吃辣的食物 我覺得還可以 它又不會去到… 如果我外國吃的食物 它會太辣的 我覺得它這個口味還可以 挺適合你香港人 但不是人人吃了 所以最近他們想出 用肉骨茶和椰子雞做湯底 因為我有家人在馬來西亞 所以我也有過馬來西亞吃 也很喜歡這個味道 所以我就叫家人 不如找馬來西亞寄一些香料 和肉骨茶的材料過來給我 我就嘗試自己煮 煮一下就覺得煮到那股味了 椰子雞工序更加繁複 雞要用兩斤半重的龍江雞 先用花雕和玫瑰露葉光 再放在熬了兩、三個小時的 雞骨、豬骨湯蛋浸熟 最後再加上新鮮椰子 和南北杏等等來煮 不加味精非常清甜 龍江雞是比較嫩滑 有雞味 它不同的冰雞 肉是粗糙的 它是很滑的 還要帶少許黃油 還有這款有趣的炸物 要反轉的豆泡 才把麥魚花釀進去 他們說這樣炸出來會更加香脆 是朋友教他們做的 有趣的炸物